就在得知判決結果一個小時 嚴寬恆拿著聲明稿現身 以審判決貪污罪七年十個月 未遭文書判刑六個月 嚴寬恆強調無法接受 嚴寬恆被控涉嫌利用助理當人頭 乍零一百零八萬元助理費 檢方認為誠信助理太太 記帳本每一筆開銷白紙黑字 寫得清清楚楚 成了嚴寬恆定罪的關鍵證據 認為誠信助理所領到的助理費 全都是用在嚴寬恆支出 嚴寬恆除了貪污罪 一審被判七年十個月 尺度公權三年 另外殺戮豪宅假買賣 涉嫌使公務員登載不實 未遭文書罪判刑六個月 可一顆罰金 切占國土案 和太太成立林兩人都是無罪 嚴寬恆強調一定會上訴 立委資格也暫時不受影響 國民黨也發聲明支持嚴寬恆上訴 捍衛清白 另外有關黨紀處分的部分 會依照現行規程的第20條 第一項 等到的案件結果判決確定後 再來處理 意思是目前不會停權 來應上下更力挺 嚴寬恆上訴到底 金新聞綜合報導 立刻下載金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敬善敬美 敬好新聞 日月 感谢观看